10月14号,利用休息时间给朋友们来一个小道家餐 先说一下大盘啊 讲板块之前,我们先把大盘捋一下 你看,大盘呢,昨天又出现了一个滴走 而且这种滴走呢,是跳空滴开之后滴走 盘中有两度差点跌漏了咱们的心理价位 因为现在的心理价位呢 就是再创新低,那就不得了 新低是多少点呢?3071点吗? 就是前天这个打的大低点 那大盘现在由于没创出新低 人们心里好歹呢,还有点想法 更主要的,你来看 现在仍然在五日线附近 这不就可以吗? 如果下周继续向上干的话 是不是形成一个大的双底形态呢? 那我们看下周,那么先看什么? 先看周线,通过周线图,你不难发现 那位说,周线图怎么像个锅盖顶在这呢? 对呀,就像一口锅倒过来 这不是一个圆弧顶吗? 那位说,怪不得大盘跌了这么多 原来它已经建成一个圆弧顶 实际这个圆弧顶,我们不是关心它这件事儿 我只是说,这个起初点是哪儿啊? 这不就是年限的开始吗? 那今年辛辛苦苦一大年 我们又回到了一年前,是这样吗? 对,那现在又回到了这之前 那现在,今年就过去这么久了 这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资金账户原地储吗? 没有啊,现在很多人都亏着呢 所以有很多人问,说帮主这个位置该怎么办 大的方向啊,现在呢 这不又回到了过去年初的时候吗? 那么现在,也就是今年最后一个季度 应当给咱们一个吃饭行情 所以说,在吃饭行情来临之时候 那么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那做好哪些准备呢? 这个才是我今天说的重点 重点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板块是什么? 汽车类 那位说帮主怎么要看上汽车类呢? 消费啊,现在大消费 现在房子是卖不动了 那么车子呢? 这不就是最大的一个消费吗? 那你再看汽车大消费 我们打到周线图 人家周线图是不是横盘震荡? 人家只是从这样属于探底回升啊 这个走法比那种冲高回落 是不是强的太多了? 所以咱们要看汽车类 汽车类里的细分是什么? 那位说汽车类都有啥呀? 首先我们看一看新能源车 我们就不说其他的 什么一体压注啊 包括一些电池啊 跟等等热物什么 有所有东西 咱们看一眼这些主要的啊 新能源车 那位说新能源车怎么了? 这不是一路跌跌不休吗? 对了 往往这种跌跌不休的时候 跟新能源有关系的东西 像电池啊 锂电池所有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跌得一塌糊涂? 就在这种时候 我们一定要小心它 这种东西叫什么? 这种东西就叫做超跌反弹 它们就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 来我们打到日线图 日线图你来看 通过日线图 我们现在超跌反弹 不难发现 现在是不是它差一丁点 就回到了20线上方 那么在周四这一天 已经到了20线 只是周五 昨天呢 随着所有股票下跌 毛指数啊 宁组合都跌得一塌糊涂吗? 尤其是宁王 大家来看 这个周五这一天的宁王 跌了将近三个点 曾经把这个全市场老五的位置 又变成了老六 从二哥三哥 现在一柱的往下降 那是什么呀? 那不就是有资金给它流出吗? 所以说 咱们新能源 还有新能源车里面 最大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宁王 那现在咱不说宁王的事 现在就说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 板块可极具一种 超跌反弹的动能了 那么新能源车 大家看好这个位置 一旦说这个位置 要返到20线上方 然后呢 冲高再回来 回踩20线 那将开启一波大的行情 就是新能源车 不单是超跌反弹 而且它是在新能源板块里面 就是汽车类 汽车类 它又占到了汽车里面的新能源车 是这个意思 另外再来看这里 就是汽车热管理 那位说 怎么又出汽车热管理呢? 汽车热管理 主要我们就是指的是新能源车类的 新能源车那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什么一体压注 咱这个就不一一解释 我说的是热管理 如果说你愿意看一体压注呢 你可以翻一翻 一会咱们再说 它现在是不是这种走势 如果按照月线和年线看 仍然走得很漂亮啊 基点在不断的抬高 是不是有价值? 没错 尤其是站到了二十线上方 看站到二十线上方回落 向上涨 刚刚跟着这个板块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这个位置 一旦上到二十线上方回踩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机会? 是这个意思 另外再来看汽车电子 那位说汽车电子怎么样? 这不是冲到二十日回踩 然后又冲到二十日是 这回好了 只要在二十日上方 人家飞了 这个就是汽车电子 未来怎么样? 如果缩小一点你来看 它还有上升动能 第一点不断在抬高 是不是这样? 没错 那么前高如果再秒掉 是不是就更牛了? 另外大家再来看 这个位置 汽车芯片 大家瞧 汽车芯片是什么? 汽车芯片 这是不是冲高回落? 二十线破了 然后继续冲高 现在如果不回落 或者回落到二十日不破 是不是又来了? 是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再说 一体压注 一体压注 因为一体压注呢 就是我们也很关心的一个板块 因为它也是汽车类嘛 一体压注什么呀? 回到二十线下方冲上去 围绕着二十线 这是不是要飞? 好了 最后呢 我们梳理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市场很不好 并且呢 就是星期五这一天 毛指数 凝组合 纷纷打压 大盘 都那个样子 但是你看人家 一体压注也好 还是这个新能源车也好 还是这个芯片也好 甚至呢 汽车电子 还有热管理 除了咱新能源车 走的呢 有点像这样 其他的是不是都强于大盘 很多很多 那么这种东西 一旦它是反到二十线上方 是不是这个位置 那它就出现真正的超跌反弹 另外我们再把超跌的事情讲一遍 这是一个阶段向下跌 这种东西 是不是那种叫做深蹲起跳 这叫啥 这不就是这个位置探的有多深 起的有多快 我们不也希望这样吗 好 以上就是古邦给大家带来的新能源车 尤其是这些汽车类的下面的所属 你看汽车类 汽车类这样 新能源车这样 汽车芯片这样 尤其是汽车电子热管理 还有一体压处都走得非常强 他们强于大盘 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 朋友们 明天呢 我还有一个策略会 大盘下周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 周日中午策略会上 再跟大家讲 好 朋友们 策略会 见